姜粉喷鼻步骤 针对最近感冒横行 原始点的发明人张彰汉医师 曾经在他的过往的演说里面有提到过 热源直达患处是解决这些最好的方法 我们找过很多的罐以这个为最佳 这外面类似的都有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用最优质的姜粉注入进去 我们打开以后有这么一个轴 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姜粉的量大概只有达到四分之一 在这里 为什么只能这么多呢 因为这个管子装进去以后 如果量太多 整个管子都是姜粉 喷出来出姜粉量太多 患者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只有四分之一 喷的时候打开 不要用力挤 这样就可以了 再一次 这样足够了 这样就已经很刺激了 那么喷了以后会有几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恐惧的感觉 这个不用担心 比如说喷了以后 这个热直接冲到脑门 会影响到眼睛 眼睛会反映很多很多的泪水 鼻子会有通畅的感觉 喉咙也不会那么卡卡的 甚至于我们的胸部肺部 喷了以后会突然压缩 然后突然释放 整个上呼吸道 包括我们的气孔都很舒畅 这个就是按照张医师说的 热源直辣患处 热源直辣患处